接下来是一个重大新药诞生的消息 它的中文译名叫做莫娜皮拉韦 奇怪为什么药名都要取得这么复杂难念 我这个药本身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效果 如果它未来真的获准上市的话 它是美国的莫沙东药床所推出 治疗新冠肺炎的最新口服药 口服药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经济方便又安心 不像打疫苗 那么有时候令人有很多的防备心理 这个药的好处是 它专门用来治疗所谓的新冠肺炎中的 轻度跟中度患者 让它们不至于转变成重症 甚至造成死亡 据说这个药的疗效在第三期实验之后 效果非常的好 让重症跟死亡患者的比率 可以降低至少一半以上 如果这样子的话 再配合疫苗的施打 它将是人类对于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的 一项重大的胜利消息 在未来口服药的确可能成为 我们大家对付新冠肺炎的第一线 最大的一个武器 其实不仅口服药 口服疫苗也在研发当中 全市的疫情目前是趋于和缓 至少在一些疫苗注射成功的地区 但是危机还在 特别是秋冬即将来临 流感又将发生 未来人类还是不能松懈 但科学家的研究 真是令我们感到非常苦 七十万面白旗飘扬在美国国家广场 趁着国家大教堂敲响的七百下哀悼终声 意味着美国至今已有七十万人 死于新冠肺炎 散重程度全球之冠 每面期都是一段拿命跟新冠病毒缠斗的故事 无论是89岁已有三个曾孙的病逝者 还是儿女心中永远的英雄老爸 齐海之间更有在23周年 结婚纪念日当天告别妻子的丈夫 以及在疫情间 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而亲身的急诊室遗失 全球至今已有500万人 因疫情送命 艺术家光以美国的死亡数字 透过视觉化绿地变白色海洋的过程 就已经够让人震撼 美国前十要局局长日前虽表示 若无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 这波Delta袭击 极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 面临病例暴增的疫情 预料到感恩节 美国疫情将就此取缓 过去一个月来 即便美国每日新增确诊数 已经下降百分之六十一 但众多专家仍然警告 疫情并未终结 为了解医院现况 CNN医疗记者Gopta 更特地回到他服务超过 二十年的一级创伤中心 葛雷迪纪念医院 挂在门上的黄色袋子 装的全是PPE防护用品 因为门后住的都是新冠患者 当死亡变成日常 那么荧幕上平亮红灯代表执行任务全满的救护车 也就不足为奇 目前院内95%的确诊者 都没有接种过疫苗 染病后的痛苦 在不同医院里 患者都有着同样心声 他们好想问 没打新冠疫苗的后果还能逆转吗 一日重症患者终于听到好消息 让抗疫权威印象深刻的 正是这款药丸 莫娜皮拉维 其名据称是以北欧神话 雷神之锤为灵感而来 是美国墨沙东药厂 与生技公司瑞奇贝克 研发出的抗疫力气 第三期临床实验 包含台湾和其他22国在内 共775位轻中症患者参与 随即分阻地29天时 使用安慰剂的患者 住院或死亡率为14.1% 使用莫娜皮拉维的数字 几乎砍半 且29天后 实验组里没有任何人死亡 莫娜皮拉维是透过药物 进入人体细胞后 转化成类似RNA的组成单位 并抑制病毒复制产生缺陷 让病原体没办法再繁殖 效用在轻中症患者身上 最为显著 未来确诊者渴望能根据医嘱 花费每基约712元 以连续5天每天2次的疗程 扭转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病变轨迹 即全球抢购新冠疫苗之后 莫娜皮拉维多国抢药大战 也已经开始 即便成本只有售价的四十分之一 但口服抗新冠药物 可减缓医疗体系的压力 居家就能投药 也能拉高治疗普及率 只是这款药物通过紧急授权前 抗新冠药物早已成为 各国药品研究的主战场之一 除了起初最广为人知的抗病毒药物 瑞德西为之外 目前日本 中国 美国等多家药厂 开发的口服抗新冠药物 也都纷纷进入第三期实验 中国开拓药业还宣称 他们研发的普克鲁安 甚至可降低住院率达百分之九十七 且已经获得巴拉圭和巴西紧急授权使用 只是临床试验的研究论文 却被刺隔针和Science等国际期刊拒发 口服药的战国时代 俨然才有开始 但两大治疗手段 除了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之外 抗体疗法也是利益主流 去年此时染疫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就曾以两种单株抗体夹在一起的抗体肌尾酒疗法对抗病毒 所谓单株抗体治疗 台湾也有 目前包含雷杰纳龙和里莱药厂都已经获得美国FDA批准使用 透过采集康复者身上已和病毒交手 且能产生抗体的B细胞 经实验是培养和浓缩等过程注射到患者体内 用现成的抗体打败病毒 雷杰纳龙数据表示 这能降低重症风险约70% 只是单株抗体价格近2000多美元 数量也非常有限 虽然WHO也建议重症患者可以使用 专家仍然强调 在所有疗法之前 不要用到才是王道 面对这波秋冬疫情 制药领域虽有斩获 但专家强调病毒之前仍大意不得 若治疗疫情的药物能永远不被用上 这绝对比药品治愈的高效力更令人心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